这两年我们流行一个词叫躺平 什么情况下人会躺平呢 就是感觉到生无可恋了 就是感觉到我这个压力太大 我的能力不足以解决我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所以与其起来奋斗 不如干脆躺平 听之认之 你来吧 随便吧 毁灭我吧 不管你给我再多的压力 我就躺平了 我再也不起来应对了 个人会躺平 国家也会躺平吗 当然会了 我觉得今天 欧美很多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 就是躺平 表面上看 他们宣布与病毒共存 因为这个病毒传染的太广了 该死的人也死了 该感染的人也感染了 所以他们现在取消各种各样的防疫措施 人群可以聚集了 口罩也不需要戴了 各种企业也可以复工复产了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躺平呢 不是说这个病毒不厉害啊 到今天 美国每天还几万人确诊呢 到今天 美国还有大量的人 因为新冠疫情而死掉呢 实在是因为啊 以他们现有的制度 能力控制不住病毒了 所以干脆就把它当作一场流感吧 听天由命吧 你很不幸的感染 那算你倒霉 你感染之后死掉 那算你更倒霉 但是政府不想为此而多花钱了 因为他们感觉到 不论再怎么治理 这个病毒他们就是根除不了 是啊 从最开始的过于轻忽 让病毒传播更快 再加上西方世界体制上的劣势 最终只能让他们选择躺平之路 而且大家知道吗 西方很多国家实际上 并不只是对新冠疫情躺平 他们对于很多问题都是躺平的 比如说毒品问题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对于毒品的管制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咱不要说你这个什么贩毒啊 孕毒啊 你哪怕就是吸食了毒品 对不起 都要马上把你送到戒毒所中 而且你这个人在警方 就是挂了号的 以后遇到什么事 首先第一个就要对你进行尿解 很多国家对于毒品是 零容忍的 做不做得到呢 完全做得到 只要国家层面下定决心 严防死守 就一定可以把毒品犯罪 统统的打击灭掉 然而西方世界似乎不行 西方世界这些年来 白左思潮 什么对各种各样的人宽容 以至于啊 他们的毒品泛滥 泛滥到什么状态呢 前两年我们跟大家聊一个新闻啊 说加拿大宣布 全境大麻合法 不单一用大麻合法 娱乐大麻也合法 任何一个普通的加拿大人 你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购买运输 吸食大麻 而且各种各样的食品厂呢 还做出了很多含大麻的食品公开销售 加拿大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宣布大麻合法的国家 连带着加拿大旁边的美国到今天 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州 已经大麻合法了 很有可能未来美国全境也会大麻合法 为什么加美两国对大麻这么宽容呢 有的人说你们不知道 大麻这个没有什么成瘾性 大麻跟毒品不一样 它的危害很小 是这样吗 如果真是这样 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国家对大麻是严格管控的 就是因为它成瘾性危害性再小 它也是毒品 而反过来讲 正是由于这些年来 美国加拿大吸食大麻的人实在是太多 多到法不择重了 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躺平了 他们只能选择漠视听之认之了 就像他们对待新冠疫情一样 然而以往我们就说过 躺平一时爽 但是你能永远的躺平下去吗 以新冠疫情为例 你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来一个变种吗 你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再来一次大爆发吗 到时候这些选择躺平的西方国家 有可能迎来更大的危机 不光是经济层面的 甚至是社会层面的 同样啊 对于毒品的躺平 它也是会不断发展的 最开始加拿大宣布 我对于大麻躺平 大麻合法了 因为吸大麻的人太多了 大麻这种东西吧 它成瘾性危害性不是那么大 那就干脆随便吸算了 政府还可以收点税呢 接下来 加拿大又要玩更狠的了 他们竟然敢宣布毒品的合法 或者说非罪化 加拿大政府在前两天宣布啊 他们未来要在本国的布列滇哥伦比亚省 开展一项对海洛因等烈性毒品 非罪化的试点 这个试点的政策呢 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 先持续三年 政策直接规定啊 未来那些持有2.5克以下的 芬太尼 马非 海洛因等阿片类药物 以及快克 可卡因粉末 病毒 摇头丸等烈性毒品的人 都将不再被视为犯罪 这些毒品呢 也不会被官方所收缴 而是会给吸食者提供相关的安全吸食信息 但是当然人家补了一句啊 超过2.5克不行啊 这算犯罪 而且如果你运毒 贩毒 也是犯罪 这个政策可是绝对够宽松的 要知道 在有的国家 仅持有海洛因 你就有可能被投到监狱中 关上几年 客树再多一点 甚至有可能被判死刑的 而未来 在加拿大的试点省份 你持有2.5克以下的烈性毒品 你向警方证明 我就是自己吸的啊 我既不是运输 也不是贩卖 那么警方不但不会把你这个毒品收缴掉 还要告诉你如何安全的吸食这些毒品 而且不会把你关到监狱中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加拿大有关人士指出说啊 近些年来 在加拿大吸毒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他们有很多人呢 害怕警方的打击 所以好不容易搞到一些毒品呢 就非要找到一个非常阴暗的角落 赶快吸食 由于不掌握这些吸毒的技巧啊 很多人因为吸食过量而死亡 每年有几千人 而且成上升态势 抓到吸毒者怎么办 在很多国家很简单 直接给他投入到戒毒所中去 给他管束起来 这既对社会是个好事 对他本人也是一个好事 让他彻底把恶习给斩断 这是在挽救他的生命啊 而对于加拿大而言 吸毒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大量的瘾君子 警方根本抓不过来 更别提给他投到戒毒所中去 而加拿大的白左们 现在担心的是啊 由于很多人在吸毒的时候 害怕遭到警方的打击 所以过于紧张 过于慌张 吸食过多 导致生命出现了问题 所以干脆 警方大张旗鼓地告诉大家 不要躲着了 这个事非罪化了 你持有2.5克以下毒品 吸食是安全的 警方不但不没收 还要告诉你 如何安全地吸食毒品 这个事听着有点像天方夜谭啊 但是这是切切实实的真实 甚至此前我们不是跟大家聊过吗 美国有几个城市 也试点啊 在市中心安置了一些合法的吸毒室 什么意思 本来吸毒就是违法犯罪行为 但是美国有些城市考虑到啊 很多人已经引进子多年了 你让他戒毒呢 是不可能跟要了他命一样 但是呢 由于警方打击这个事 所以很多人就找一些二手针头去注射 结果还传播了别的病毒 所以为了挽救这些人的生命 美国有几个城市 就在市中心建立了一些 窗名寂静的公共吸毒室 在这些吸毒室中 备有大量的安全的医疗产品 有这个完全包装好的 无菌的针管 尹君子们 你自己带着你的毒品来 然后用政府免费提供给你的针管来注射 注射之后呢 人家还特别善良地告诉你 你最好留官半个小时啊 一旦有什么异样情况 赶快打电话让救护车来救你 他们设立这种公共吸毒式的初衷呢 就是保护尹君子 不因为非法注射毒品而出现身体上的问题 对待尹君子 这种方式难道真的好吗 难道不应当强制他们戒毒 斩断他们身上这个毒瘤吗 是的 美国加拿大两地已经选择躺平了 因为他们的瘾君子太多根本就没法强制的过来 所谓千里之敌 溃于以穴呀 我们就拿这个新冠疫情来举例好了 新冠疫情应当如何防治 我国在过去两三年给全世界上演了一次又一次示范 当一个地方有一律确诊之时 一定要迅速的把它管控起来 而且把它的密接把它的次密接通通的隔离起来 救疫情如救火呀 一开始就要化好止损带 让这个火苗和安全地段能够隔开 这样的话呢 我们能迅速的斩断疫情传播的链条 让大多数人不感染 然后我们就有足够的能力去救治那些被感染的人 这样整个社会的成本是最小的 这两个月以来 虽然有了奥米克戎 它的传播速度是以往的十几倍 对我们抗疫而言的真是千难万难 但是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 我们还是彻底打赢了这场仗 我们不需要像别的国家那样躺平 也能战胜病毒 可是欧美国家是怎么做的 一开始当病毒到来之时非常的轻忽 他们的领导人甚至高喊 这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 过几个月病毒就会凭空消失 然后当病毒已经感染了足够多的人群之后 他们发现什么流调呀隔离呀 完全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们的国家已经到处都是火星了 已经没法划出安全带了 所以只能让这些人听之认之了 今天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说实话 恐怕躺平还真的是经济成本最低的抗疫方式了 虽然这样会有很多人死去 虽然这样大家会一轮又一轮被感染 但没办法啊 因为他们的体质 他们的能力 使他们没法向我们学习 毒品这个问题上又何尝不是这样 正是我们的严防死守 所以使得人群中真正跟毒品油染的人是数量非常非常少的 因此我们一旦发现哪一个人与毒品油染 可以迅速的把它管控起来 斩断毒品传播的链条 然后我们全民都是安全的 可是在欧美各国 由于一开始对于大麻的不重视 甚至很多年轻人以为 吸食大麻是一种叛逆的表现 是证明我有勇气 我有能力的方法 所以大量的人吸食大麻 大麻在欧美社会有了非常强大的文化基因 以至于当他们想管控大麻的时候 发现很难管 防不胜防 所以干脆像加拿大和美国就选择了对于大麻的躺平 然而既然整个社会对大麻都这么宽容 所以他们对于毒品恐怕就更加宽容了 因为对于年轻人而言 以往我吸食大麻 那是为了证明我叛逆 现在大麻合法了 谁都可以吸食大麻了 再吸食大麻就不够特律毒行了 而且毒品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是不断升级的 既然大麻我吸食过了 那么我有没有可能像各种各样的劣性毒品伸手呢 所以开放大麻两年多以来加拿大吸毒的人越来越多了 以至于多到今天他们准备对劣性毒品也躺平了 表面上讲加拿大说我只是找一个省做试点啊 我看看我这样开放毒品之后有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可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个省的试点恐怕不够 未来有没有可能波及到全境 接下来呢 我持有2.5克毒品不算犯法 那么我运输2.5克行不行 我甚至自己制作2.5克行不行 再接下来会不会有人说我2.5克不够吸的呀 那我多持有一点可不可以 而且咱们就拿美国那些街头公共吸毒室而言 现在提供的是免费的注射管机 还需要吸毒者本人带着自己的毒品过来吸食 那么未来呢 既然你连场地都提供好了 既然你连器具都提供好了 干脆你刷袋卷再卖点毒品得了 因为早就有很多人说治理毒品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毒品公开化 今天毒品带来很多犯罪 那是因为啊毒品是不合法的 所以毒品会卖的非常非常贵 很多毒品交易是黑社会组织黑帮控制的 一旦政府把毒品彻底打开之后啊 毒品就可以像面包香烟一样在市场上公开出售 那么黑帮就没法控制毒品交易了 毒品价格会被降的非常非常低 是不是这样 大家就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来吸食毒品呢 您别觉得这个事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 加拿大大麻他不就合法了吗 美国多个州大麻他不就合法了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天 毒品在这两个国家彻底合法 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就像困扰美国多年的枪支问题一样 美国的枪支数量比美国的人口还要多 美国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因为枪支问题而死去 可是哪一次进枪成功了呢 美国在枪支问题上可以挡平 在新冠疫情上可以躺平 那么在毒品上又为何不能躺平呢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上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